印尼的婆罗浮屠寺庙 这座位于爪哇岛中部的古老宗教遗址 是世界上最壮观的佛教寺庙之一 它是印尼文化的象征 也是东南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标之一 如果您对东南亚的历史和文化感兴趣 那么婆罗浮屠寺庙一定不容错过 婆罗浮屠寺庙是印尼古代文化和建筑艺术的杰作 它的名字源自于梵文 以为高耸的佛塔 这座宏伟的建筑群 由一个中央塔和许多个小塔组成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群 被誉为石头森林 这座寺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八世纪 当时爪哇岛是印尼的印度文化和佛教的中心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 爪哇岛的印度文化和佛教传统 逐渐与本土文化融合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宗教风格 婆罗浮屠寺庙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也是印尼最重要的宗教和文化中心之一 婆罗浮屠寺庙的建造 传说与一位名为古努险王的僧人有关 据传 古努险王来自印度 是佛教的传道者和建筑师 他带领着一支由印度和印尼本土人组成的建筑队伍 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建造了这座庞大的寺庙 在建造过程中 古努险王还传授了佛法和建筑技艺 为印尼的文化和艺术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婆罗浮屠寺庙被分为三层 基座为五个同心方台 长角锥形 中间是三个环形平台 成员锥形 而顶部则是佛塔 围绕着环形平台 有72座精美的印度塔 每座塔内设有佛刊 供奉一尊佛像 围墙和栏杆装饰浅浮雕 总面积达2500平方米 围绕中心塔的每个层次 都有其特殊的意义和象征 一般来说 下层象征着人类的世界 而上层则象征着佛教的精神世界 整个建筑体系的结构和层次分明 寓意着佛教的道路和修行过程 以及个人从迷茫到觉悟的过程 婆罗浮屠寺庙的结构和布局 有着深厚的佛教故事背景 据传说 寺庙的大塔象征着佛教中的世界山 须弥山 在婆罗浮屠寺庙的建筑中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雕刻和装饰 建筑和塔上有数千个佛像和佛雕 这些雕刻和佛雕惊喜而华丽 展现了古代建筑师的杰出记忆和艺术才华 这些雕像和佛雕不仅是美丽的艺术品 还是佛教教义和信仰的核心价值观 除了其艺术价值 婆罗浮屠寺庙还代表着佛教的重要历史 在八世纪至十五世纪期间 婆罗浮屠寺庙是印尼佛教的中心 它的建筑和雕刻体现了佛教在印度尼西亚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以及佛教在东南亚文化和宗教传统中的影响 婆罗浮屠寺庙也有着与印尼本土神话和传说相关的雕刻和浮雕 例如 寺庙内的一些浮雕描绘了印尼神话中的神奇和英雄 如巨蟒神、猪神和巨人巴图特 这些雕刻和浮雕印证了印尼文化和佛教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也是寺庙文化多元性的一个体现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婆罗浮屠寺庙所在的印度尼西亚 是一个由多种宗教和文化组成的多元化国家 婆罗浮屠寺庙作为印尼文化遗产的代表 展示了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寺庙内的雕像和浮雕融合了印度、中国、缅甸和印尼本土文化的元素 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的文化面貌 此外,它也成为了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和理解的平台 婆罗浮屠寺庙是一个展现东南亚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建筑群 它显示佛教在印尼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以及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内容有价值 不妨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创作更多有趣的视频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建议 也欢迎留言 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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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 订阅